今次我们就填这个直接奉命的短期课程表格 以及进行网上扶款 这一个就有四个步骤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填个人资料 填完之后就要确认多一次你的个人资料填得对不对 第三步就是进行网上扶款 到最后就会收到一封确认电邮 是短期课程的确认电邮和付款的网上收据 第一步就是填个人资料 填点之前就留意一下这个课程资料 就看看这个上播日期和有入学资格 还有课程费用 这个本地均运和本地均运的收法是有不同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然后就开始填表了 然后就留意一下 有红色星星的项目 那些是必填项目 身份证或护照项目 就不要输入符合 电话项目 就一定要是本地电话项目 因为它会设定一封信息给你的 电邮方面 它成功登记了三五分钟之内 就会发送一封确认电邮给你的 然后再填项目 再填完之后就看看这个短期课程 不须知 这个中文版 这个英文版 那大家就细心留意 这里里面的每日后来用 在这一步 尤其是叫做 封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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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问题的 就填回法文修改 如果没问题的 就可以填回这里 确认以上师的正确 它就会告诉你 现在进入这个 模式结果系统 如果没问题 就可以填OK 如果觉得有问题 就填回这个结束 那之后就去到 短期课程序了 填回你的 讯读卡 那个卡统 再填这里 再打回你的 信用卡号码 再打回你的 有效日期 还有就是 CVV2 和CVV2 的卡统 那 这个数字就是 在你的 信用卡后面 最后的 三个数字 完成了 就可以填在这里了 最多次 你的 信用卡号码 你的 有效日期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可以填回OK 之后 就会收到一封 确定电邮 它会告诉你 你已经成功 报名了这个 模式了 但你就要 留意回 电邮上面的 资讯 如果有疑问 就打回 email上面 写的电话 又或者 传电邮 另外一封就是 网上 缴费系统 的收据 就会告诉你 成功交易了 留意回 这个 退款条例 在开校前三天 退学的话 就可以拿回 一半学费 如果不是的话 就 拿不到任何退款